近日,驻守在海拔4500米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合成团侦察分队,在极寒条件下展开了一场夜间侦察演练。 官兵先用无人机进行空中侦察搜集情报,火力组掩护各战斗小组向目标区域逼近。 侦察队员将情报传递给狙击组,狙击手狙杀目标。 此次夜间作战任务,全面检验部队官兵高原夜间作战能力。